欸這個我遞了多少錢 好像三四千塊 不管是在Pinterest啊 或是在很多就是化妝的YouTuber 都是非常喜歡使用這一款抽屜櫃 那再來 小沙發 然後我覺得它一推出應該就是造成轟動 Hello everybody 我是Robin 我是Storis 那我們這一次呢 又要來拍IKEA主題啦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就去年我們有做過一個 還算是蠻爆紅的IKEA主題 就是萬元以下的衣櫃屏幣 在那支影片裡面 萬元以下的產品就超級多 今天呢就是在主題設定上 就是如果我們要挑選一個房間的家具 那我們會選擇一樣IKEA的東西 作為就是CP值很高 然後又有一定耐用程度的代表 那並沒有連去IKEA 可能繞一圈都不知道買什麼 然後只能在那邊吃飯 然後最後買一隻鯊魚回去 還有肉丸 所以今天呢就是我們就以一個房間的配置出發 然後帶大家去看一下我們會挑什麼東西 好 第一個品項就是床架 那我這一次挑選的款式就是這個 那我相信這個床架呢是很多消費者 對於IKEA便宜床架的形象 因為它的價錢真的非常的實惠 但是它有個公認的缺點就是比較不耐用 而且它比較沒有那麼精緻 因為它的外表畢竟是松木材質的 所以它表面會有一點粗糙 為什麼我們還會選這一款呢 原因是因為我們有挑選過這個床架的經驗 很常用啊 之前可能在早期的影片會比較常使用這個床架 但是我們經過實測的結果是它大概可以撐兩年的時間 但是如果你今天搭配高價一點的床底板條 例如說這個系列 以前我們都是挑選這個比較平價的系列 然後最常遇到的狀況就是躺了一年之後 那個床底板條斷掉 IKEA在它的傢俱布置裡面 就是床這一塊組一個最便宜的 可以看說這個我記得多少錢 好像三四千塊很便宜啦 就那個床架很便宜 但它當然選用的就是那個床本身 床底板條也是最便宜的 所以最便宜可能是一個選擇 但是它就是真的很不好用 我說實測過後就是 最便宜的床架加最便宜的床底板 大概睡個正常成人體重 大概睡個一年半到兩年 然後沒有沒有沒有 一年就差不多了 一年就一定要翻掉了 因為那個床底板條 它不是說會斷 但是它的上面的那個袋子它會掉 一個一個就分離了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挑選這個 最便宜的床架我覺得是OK 但是你就搭配貴價一點的床底板條 它的價錢也沒有高非常多 所以整體來講 這個床架價錢也算是蠻實惠的 所以這一次在床架這個領域裡面 我就是挑了這一款 然後再來就是床墊 那床墊它當那個最便宜的選擇 那個是我最討厭的床墊 就是實際上 你去IKEA的門室的時候 你一定可以試湯 然後這一次在床墊的部分的話 我選擇的就是這一款泡棉床墊 因為我自己個人是喜歡睡硬一點 有支撐力一點的床墊 所以這個床墊是我覺得 它的價錢雖然稍高一點點 但是躺起來是真的很舒適的 所以在這個部門呢 我只能就是很主觀的給出我喜歡的意見 那實際上建議還是說 這個床墊的預算還是不能省 還是要去實際躺躺看 然後留多一點預算給床墊 畢竟床墊是每天都要睡的嘛 那其實在外面租屋的時候啊 如果你身為一個房客 然後你看到房東提供的是最便宜的床 其實你大概能感受出來 這個屋主可能對他的房子 對他的房客沒有那麼用心啦 這種便宜家具也是一個 你對這個屋主這個房東 有個大概的人設的想像的基礎標準 你這樣算是在攻擊 選用這個房東 不是 我們以前也是這樣 我老是我們以前也是這樣 所以這邊還是建議房東 就是說其實你用最便宜的款式 就很容易壞掉 那其實也是造成你自己的困擾 那這一次呢 就是也推薦房東這個選擇 就是這個床架配規一點床底板 然後這個好一點點的床墊 這樣用起來 你的房客至少用到兩三年 應該是沒有問題 大家這邊要特別注意 就是IKEA的床墊跟床組都是歐規 跟我們的台制規格是不一樣的 在尺寸上面要特別注意 是 因為他也有出台規的 那只是說確認你要 很少啦 有啦 可是我有查到 官網上他還是有190長度的選擇 基本上你會挑到的款式都不是太貴的 所以要特別注意啦 好 好 第二個經驗比較多的 就是書桌這個部分 書桌這個部分呢 我相信也是 就是IKEA有非常非常多的款式 然後非常非常多的彈性組合 那我挑選出來的 不是一個現有產品 而是一款抽屜櫃加上桌板的組合 就是這一個 對對對 搭配組合是這一個 要不要念念看他怎麼叫 他叫做 我確定因為這是瑞典 抽屜櫃比較簡單 Alex Alex 抽屜櫃 因為叫做Lockup Pen Lockup Pen Lock Cap Tien 桌板 然後你還要買一桌角這樣 然後這圖片都在這邊 其實之前在不少影片裡面 我就有講說我非常討厭這個桌子 尤其是這個桌板 原因是什麼 因為它真的很便宜 是沒有錯 而且顏色選擇有白色啊 畫木色啊等等 就是你可以依照你的房間風格 去挑選你喜歡的顏色 但是我很討厭它的原因是因為 我不喜歡它的材質 它的材質應該是那種密集版 它不防水 對啦 它其實只要一被潑到水 它就會浮起來 然後它表面就開始凹凸不平 那你基本上你在生活使用 一個月沒碰到水 好 第二個月 第三個月 基本上一年內一定會碰到水 你該是說什麼 如果你有個杯子 然後下面有水漬 然後你放在上面的話 對 沒錯沒錯 就會有氣泡 沒錯 你放個冰水在那邊 它那邊結那個路 然後也是會有潮濕 好 再來是為什麼來選這一款 第一個就是因為便宜 第二個是它有一些彈性 可以跟抽屜櫃搭配使用 那我覺得解決這件事情的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可能在你很常使用的範圍 要使用一些透明桌墊 或是你喜歡的桌墊顏色 就可以解決 那桌墊它其實也不貴 可能一百塊到兩百塊 就可以把這個缺點改善掉 所以在這個價錢來講 我覺得是非常實惠的 然後再來是 這一個組合裡面最經典的 就是它的這個 Alex抽屜櫃 那我相信這個抽屜櫃 不管是在Pinterest 或是在很多化妝的Youtuber 都是非常喜歡使用這一款抽屜櫃 雖然它不是IKEA最便宜的抽屜櫃 還有一些可能一千多塊的 或是兩千多塊的 或是甚至幾百塊的抽屜櫃都有 那為什麼選擇這一款呢 原因是因為第一 它的承重效果很優良 就它整體的自重 然後還有手摸的質感很好 然後第二個是它的收納設計 我覺得算是蠻聰明的 原因是它上層是比較淺的抽屜 下層就比較深的抽屜 所以女生在收納一些化妝品 上面就可以放一些比較小的東西 然後下面的就可以收比較高的 一些像瓶瓶罐罐 化妝水等等的 如果你今天要收納的東西很多 你就可以邊都搭配這樣的抽屜櫃 那像是我剛才推薦的這個組合呢 它就是一邊是抽屜櫃 然後臉一邊是左腳 所以等於就是說 你有很多自己發揮的彈性 那在Pinture上面也有很多不同的組合 例如說L型的 大家可以看這個圖片的參考 然後剛才有講到兩邊都是抽屜櫃的 其實搭配起來都還蠻好看的 所以我就推薦了這個組合 下一個可能也會遇到的品項 就是搭配這個書桌的書桌椅 那這書桌椅呢 其實如果你今天是那種 整天都待在電腦前面 或是書桌前面 然後工作的人的話 那你可能真的要挑選一個比較高價的書桌椅 那這邊呢 我們就是挑選一個 相對經濟實惠的 就是IKEA的這一款 好像500塊600塊的一個選項 Stefan這個比較好唸 它叫Stefan 黑色的一個餐椅 它其實是餐椅 當然它也有一點問題啦 因為我們用過很多 然後我們使用結論是 其實它過了一陣子 它很容易閃架 因為它也太鬆鬆了 它開始晃了 那到這個時候 你可能可以拿一個比較長的螺絲 把它鎖在緊一點 然後它可以再撐個一年 畢竟一個600塊的椅子 你用個兩年 其實它折舊也差不多到了啦 嗯沒錯 所以就可以再換一個椅子了 那它外表的質感就是那種 黑色的盆棋 是是 黑色的盆棋 所以其實如果搭配 比較現代一點的房間風格 我覺得是蠻合適的 嗯嗯 對 所以以一個600塊的餐椅 能做到這樣的質感 然後如果可以用到一兩年 我相信應該算是蠻划算的 對啊 因為它夠便宜啦 到了衣櫃這個環節呢 我們之前就有做那個萬元衣櫃 那其實有很多2000塊 1000塊 3000塊的選項 但是到最後在這一個 這個什麼 part 那個什麼 這是個選擇 那你還不是講英文 我說在這一個選擇呢 我挑了一個還蠻貴的 嗯哼 為什麼 7000塊 原因是因為 第一個是 我覺得它才真的具有收納能力 嗯 以一個女生來講的話 就是這個衣櫃 它沒有到非常大 也沒有到非常小 然後它的吊掛的空間 有分就是長衣區跟短衣區 所以基本上就是 吊掛的空間是足夠的 再來是它自帶三個抽屜櫃 有很多收納功能啦 對 因為很多時候就是 你會發現說 你買了一個最便宜的 2000多塊的IKEA的衣� 但是你會發現說 我要摺的東西 我完全都沒辦法放 那我又要另外再買一個斗櫃 嗯哼 所以等於說這個衣櫃 它自帶三個抽屜櫃 你不需要在額外買斗櫃 你也可以有空間收納一些內衣褲啊 或是你要摺疊的褲子 原來如此 嗯 第二個優點是 我很喜歡它這個是抽屜的設計 因為像是IKEA有很便宜的 就是2000多塊的這一款衣櫃 那像它這個設計就是它最底下 是一個開放式的層架 嗯 那像這種拆放式的層架 我相信你就一定不知道怎麼弄 對 你一定就是把衣服丟到裡面 然後裡面就變成一個黑洞 然後又要這樣放 這種我會摺好放在裡面 我覺得這是有限 你會丟在裡面 我會摺好放在裡面 就是限於就是衣服少的人 才可以這樣子做 像我這種衣服很多 然後會攔著摺的人 就是比較聰明的做法是 買一些什麼那種 收納盒 收納盒 但是你就很麻煩啊 就是你還要去找適合的尺寸 然後你還要額外花錢買 那收納盒就覺得很麻煩 而且老實說收納盒不一定很好用 是啦收納盒也會集灰層 所以我才會挑選的這一款 6000多塊的衣櫃 那還有兩個顏色 根據你的房間風格去選 一定可以搭配 如果想要無腦選的話 就選白色這一款 當然正在我的角度 我會覺得 衣櫃可能不需要到那麼貴的 那當然就是你的功能性的考量是這樣 我們一開始以前 還有那種塑膠套的 那個可能是市面上 最好的塑膠套衣櫃 因為你在外面可能 一般家具廠商 可能買到很繽紛的那種塑膠套衣� 當然都幾百塊 可是那個品質看起來就很差 可是那個真的要是男生才買得下去 當然我不是說推薦大家買 是說IKEA它其實有這麼便宜的衣櫃 至少我自己 因為我的衣服沒有那麼多 三四千塊就夠用了 但真的你有很複雜的品項 可能你女生 要放很多不同的東西的話 那當然你這個選擇比較好 所以我這一款的CP值就是最高 那你可能就覺得說 6000塊太貴了 我還是沒有辦法買到 這樣子這麼高價的衣櫃 那有沒有什麼 平價替代的選擇 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會買一個像這樣的釣椅桿 然後就滿足了釣掛的需求 然後再搭配一個這個斗櫃 那基本上就是做到 這個6000多塊衣櫃的收納功能 嗯嗯嗯嗯 那這樣組合起來 好像也是差不多三四千塊 就是比較便宜一點點 嗯嗯嗯嗯 我們現在來到書櫃收納櫃的部分 書櫃和收納櫃其實 我們比較少挑 因為不是每個房間 都會需要很多書櫃收納櫃 應該說屋主 大部分屋主給我們的預算 就有限嘛 那書櫃和收納櫃 就只有在房間夠大的時候 然後真的必須要放東西 不然會太空的時候才會出現 嗯沒錯 但是呢 如果今天要挑選一款的話 我一定是挑 BB系列的 因為我覺得它是 在這種高櫃啊 然後或者書櫃選擇裡面 ZT值最高的一個系列 因為它的顏色 它的尺寸 它的款式 都非常多元 然後你會發現說 欸那價錢是真的很便宜 從BB系列呢 我挑選出來就是這一款 嗯 那這一款呢 它其實是帶有玻璃門片的 因為像對我來講 書櫃它本來就不是 讓你堆放生活雜物的櫃子 它其實就是擺一些書啊 擺一些你的收藏品 然後去展現你自己 生活品味的一個收納區域 那像是這些生活當中 衛生紙啊 什麼囤貨啊 這種其實可以收納在那種 抽屜櫃裡面 嗯嗯嗯嗯 所以書櫃呢 我就會挑選有玻璃門片的款式 因為通常有玻璃門片呢 相對來講都會貴很多 因為它製重也很重 然後運送也很麻煩 所以它可以把玻璃櫃 就是賣得這麼 嗯CP值很高 我就覺得說 欸真的是很優秀 比利系列其實是我個人覺得 我們使用上我覺得比較耐用的系列啦 有另外兩種書櫃 是在IKEA也比較常見 然後也很便宜的 一個是LAVIUS的書櫃 它其實也很常見 你偶爾在某些桌遊店啊 或是一些餐廳啊 可能會碰到 它很便宜 才500多塊而已 嗯 但只是它的問題是它比較淺 那我在猜它可能做那麼淺 也是為了不要讓它沉重太重 導致它變形吧 它可能就不能放那種真的很重的書 對啊 然後另外一個也是很常見的系列 它叫做KALAX 嗯 我們以前舊辦公室就有 可以放很多格的 幾層櫃 然後有四格的 有六格的 有九格的 是 那它其實也很好用 那只是說它的問題就是它 沒有辦法二次利用啦 它只要一拆開來就裝回去了 哦 對對對 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就是 這個也算是IKEA的收納櫃 很多人會選這一款 很多人會買這一款 但是為什麼在收納櫃的選項 我沒有挑這一款 那再來 小沙發 我覺得這應該是去年 還是前年的新品 然後我覺得它一推出 應該就是造成轟動 轟動 因為我覺得 因為原本最便宜的沙發 其實還蠻醜的 以前台灣KIA 最便宜的沙發就只有這個 它價格要2000左右 其實很便宜沒有錯 但就是蠻不好看的 它有一種學生宿舍感 對 然後就是它不是正常的沙發 它就是塑膠液 然後再配上一個布套而已 那其實國外還有才賣 只是台灣現在沒有這個貨了 那反正我挑這一款的原因就是 因為它的價錢 真的是沒話說的好 那你實際上去門市去做的話 它其實還蠻舒適的 然後再來是它的顏色我覺得很好看 它的顏色有藍色跟碳黑色 我覺得它的藍色調色也蠻好看的 就是那種標準的IKEA藍 就是很北歐啊 然後搭在任何風格 我覺得相對來講適合的 在台灣大家都比較喜歡那種明亮的北歐風 所以你在挑選顏色的時候 都會挑選比較淺的灰色 或是比較淺的米色 那像這個小沙發 因為它比較小嘛 分量感看起來比較輕一點點 所以它顏色可能就做得比較重 那我覺得這兩款顏色都很好看 但是首推的話 我也推那塊藍色 所以因為它的價格真的很好 做起來又還蠻舒服的 所以就希望它不要停產 你有可能就是說 欸 沒賺什麼錢 那我就不賣了 不會啦 相信它們應該賣了不少個 最後呢 大概這樣子就把所有的家具品項 都已經講完了嘛 對 算是這一季 我們覺得挑起來比較適合的一些選手 在一個房間裡面 對 這個就是可能2022年一開始 就給大家一個就是這樣一個set去參考 那說不定明年 它們的新品一出 可能又有一種新的選手出來 那之後可以再多做幾集給大家做參考 那可以來講一些遺珠好了 剛才就講到說 為什麼我沒有挑到那個CALYX的那個系列 原因是因為我自己真的覺得 我在家裡的話我不太會適用 因為你看到它的門室的擺放啊 或是說這些網路上的一些精選照片 那它都是裡面都有搭配一些收納櫃 嗯 收納盒 它沒有門 對 它就是一個開放式的 它都會搭配收納盒 那說真的你自己 如果是你 你根本也不會搭配 你根本就是也不知道放什麼東西 就是它那個就是選好了 就是旁邊放收納盒 你就一起選購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沒有想清楚 你們要說什麼 然後你又不會搭配收納盒的話 你就不要買這一款 你就買那種油門的 比較不會造成自己的煩惱 對啊 對啊 我們今天就是講CP值高的 但是就是不能太要求 或者說它有多好多好 但是至少是非常節省預算的選擇 嗯嗯嗯嗯嗯 喜歡這個主題的話 可能考慮我們年底的時候 可以再來回顧一次說 我們會不會改變我們的選項 或者是說如果想要聽我們講說 餐廳或是客廳有什麼選擇的集款 跟剛剛那個房間的邏輯一樣 我們選幾個CP值高的家具給大家參考 如果有想要聽類似題材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那我們也會拍一集 如果想要繞我們做裝潢 或是有房子希望做代管的話 我們QRQ在這裡 或者點選我們樓下方資訊欄 可以聯繫到我們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大家掰掰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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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